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差不多以前吃一天兩包 有時間就吃, 有時間就吃 33歲的Kau Bi 曾經是職業舞蹈員 他承認自己有很大的煙隱 十年前在美國開始接觸電子煙 覺得有利可逃 於是在香港開了這間電子煙商店 吃煙的時候, 坦白說 一去做運動, 或者… 有時候跳舞 一做過舞蹈, 跳過… 雖然說過, 可能是草蠻 踢了三十分鐘, 跳完之後 不要再聽那些人說 我吃了四、五十年前, 又不見我沒事 他還沒到, 到他吃了 你不會看見他插喉、插鼻 然後睡在… 我見過, 因為我爺爺是肺癌死的 因為他吃了很多煙 我記得最後他進了醫院探望他 插了一身喉, 說不出話 休息又辛苦, 又要抽痰 香煙那些噁心的感覺是真的 所以真的不要貪責自己年輕 沒有事 人老了就老了, 回頭了 試過戒煙貼, 又試過針灸 Cowby承認自己意志薄弱 而戒煙失敗 直到十年前, 他鑽食電子煙 戒掉了傳統捲煙 不過直到現時為止 都沒有任何認可的學術研究指出 電子煙有助戒煙 完成了 是, 又是我 今天有個話題想說 其實電子煙的結構很簡單 就是靠下面這塊電池供電上這個頭 頭上有一條線 當它發熱的時候 就無法我們所謂的煙油 電子煙煙油的主要成分 有炳耳醇, 甘油和添味劑 紙面上已經有超過一萬種不同的口味 而用家也可以自己添加尼古丁 不過現時香港法例規管 尼古丁只可以在藥物 或者註冊的煙草產品上出現 下次再聊 再見 OK, 這裡 這裡 這塊 你們有一點點 你們喜歡蘋果嗎? 好, 試試這個 Kalbi聲稱店內全部售賣的煙油 都不含離古丁 不過就有過百種口味 吸引很多年輕客人 0.5, OK, 你等一會 儘量不要賣給18歲以下 因為這東西本身是原意被人代替煙 年輕人的一輩子會嘗試 但我們也不想, 儘量不要 因為始終還是吸煙 煙視全球已經有最少16個國家 禁止這類新型煙草產品 當中包括新加坡、泰國、巴西等等 而特區政府2018年 亦宣佈向立法會建議售罷 全面禁止電子煙 加熱煙等煙草產品 由入口、製造、銷售 分發及宣傳都屬於違法 建議中的最高刑罰 是監禁六個月和罰款五萬元港幣 因為它被禁止電子煙草產品 等於它禁止也沒有 我網上也還有銷售 是 你有本事, 你就抓它 政府宣佈禁令之後 Kalbi和一群電子煙商店的老闆 都很苦惱 他們覺得政府應該用規管的方式 管制電子煙銷售 如果沒有監管 任何年紀的人都可以買 對不對? 變相充斥著市面上的很多產品 可能太劣質, 又或者違法的 可能鹹有離古丁的產品也會有 真的正途做法, 被你禁死了 那就到地下市場蓬佩了 在地下市場蓬佩的時候 說真的, 人們在吃的是什麼呢? 賣電子煙的店越開越多 還包裝成潮流換衣 又聲稱可以協助煙聞戒煙 我們以顧客身分, 去到店裡看過 它全都不含離古丁 它這隻是給年輕人戒煙的 好像水果味, 喝煙味也有 每些小朋友都吃得到 我們在店裡看到大部分電子煙的包裝 也沒有詳細列明成分 只是強調它們有不同的味道 店員更加標榜這些電子煙 不會令人上癮 那些呢, 有沒有有丁的嗎? 可以自己加來古丁 自己加進去嗎? 譬如買了一瓶油之後 再加進去 自己加進去 那我哪裡買呢? 你古丁要上網買了嗎? 在伊菲亞那些地方 有芒果味嗎? 對 這裡沒有肉嗎? 原本有些丁的, 有些丁的 有的, 有的 或者是否像是這個丁的 是否一隻企業, 是不是? 對, 在這裡, 在這裡 不是這個 有的, 還沒有在這裡 這個? 都是很淺的, 有這個分量嗎? 有, 剛才那個丁不是有嗎? 不是, 不是, 後輩人 法例規定 店鋪不能售賣含有尼古丁的產品 我們向食衛局反映異常情況 他們說會嚴厲跟進 一經查實, 會以非法售賣 及管有第一部毒藥尼古丁 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的罪名 拘捕賣家 最高被判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年 過去三年間, 共有五宗定罪個案 電子煙有一部分, 清清是零尼古丁 但我們自己的研究發現 即使是零尼古丁的電子煙 其實也含尼古丁 只不過它的含量可能不太高 但也有, 大家都知道傳統香煙有尼古丁 它是260多到270 但有一些尼古丁比較高的電子煙 也有它的十分之一 究竟十分之一是否足以至 令到一個人上癮 其實很難去說 我覺得電子煙 當時在我們產品買的樣本之中 其實是做不到給消費者 有一個充分的知情權 如果真的要告上法庭的話 有機會就是它已經 是違反了商品說明條例 這是一個我們自己做的裝置 一端就駁著電子煙 你看到每著… 2016年, 浸會大學 測試了市面上13種電子煙 發現含有多種有害物質 包括多環芳香氫及多臭聯本蜜 以及甲醛等 其中甲醛及多環芳香氫 是已知的致癌物 而多臭聯本蜜 就會干擾甲狀腺分泌 及影響生殖能力和胎兒發展 電子煙的致癌物質最突出的 就是甲醛 是傳統香煙的八倍 而另外, 以多臭聯本蜜 我們首先發現 在電子煙煙霧之中 存在的一個性肝妖素的話 直接有機會被人吸食到入閉埔, 入血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其實你可以說到誰比較有害 傳統煙草的禍害 在性行超過一個世紀後 才被廣泛發現 學界說 根本暫時未有足夠科學證據 證實這些新型煙草產品的安全性 真是一個復旋 大家都不吸煙 不吸電子煙, 不吸加熱煙 這就是復旋 你純粹是將一個很有害的物件 將它代替一個你以為沒那麼有害 但其實它是說另一堆有害物質 當中兩者都包括致牙物質 你說這樣是一個復旋 我看不到, 我完全看不到 你如果是煙, 你會有一個煙味 那個煙味大家都知道 我會去避 現在的加熱煙或電子煙 完全沒有氣味 你完全不知道它在吸電子煙 但電子煙煙霧是有害的 我們二手煙是照吸的 這反而是一個陷阱 除了電子煙, 加熱煙近年都變得普及 加熱煙屬於非燃燒的煙草製品 透過電子裝置 高溫加熱達到350度 令捲煙產生含有尼古丁 和其他化學物質的煙霧 被使用者吸用 混合物質 背後的濙烈感 有氛圍裡面 有氛圍清理 這次有氛圍有反的 是我們能看到 你能看到有氛圍場所 和氛圍品薩的氧食品 入氛圍 任何烟草產品對身體健康的長期影響 都不容忽視 不過烟草商聲稱 加熱煙以電子儀器加熱煙草 無需點燃 煙紋所涉入的有害物質 將會比傳統煙減少九成 然後在遠方的濾濃花 你可以開始看到顏色改變 藍色、藍色的顏色 這裡是啤酒 這個是熱煙草 這個是啤酒 兩者是啤酒 今年五月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批准煙草商所製造的加熱煙機 在美國發售 不過就強調 不代表產品安全 並獲得FDA認可 而在香港, 他們就未獲批准設置零售店 售賣加熱煙機和捲煙 不過坊間不少地方都可以買到機 就連含有尼古丁的捲煙 俗稱煙蛋 他們都說有辦法買到 有買完機之後的聯絡 我們直接聯絡他和他 因為有尼古丁的東西 每次是不能買的 好 你可以約會藥機或面膠 一定我靠的 對, 一定我靠的 對, 公司避得的電話都是我靠的 但現在去哪裡買的 因為定屋納、法賴 不可以給面試買 那怎麼辦, 去哪裡買 上網 飛速 現在飛速很多 很多 但還是繁華的, 繁華這樣做 在街上吃, 它不會抓你 但販賣的電子煙蛋就會做 這樣嗎? 那如果要買的話, 才可以是 上網, 回大陸去的 大陸有得買嗎? 大陸關口有很多 其實我本身吃煙已經十幾年了 一直都是跟設計或製作有關的 這些行業其實也有很多煙紋在裡面 一直都沒有說打算戒煙 敬朋友介紹, Joe轉食加熱煙 他說煙味沒那麼濃烈 減少了很多跟太太的爭拗 他的這群朋友都很同意 這些廠商, 其實他們開發這些產品 希望可以改善環境衛生 或者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我吃傳統煙會很影響附近的人 我很臭, 我吃完煙, 我上車 坐在旁邊的姐姐也要坐開一點點 但吃了這些真的不會 別人也不知道吃過煙 而且影響不了家庭 像家庭的小朋友 我這件事不太影響到別人 比以前吃傳統煙還要影響到別人 情況更小 為何要禁止呢? 今年香港大學的調查顯示 六成市民支持全面禁止令露吸煙產品 不過加熱煙煙文說 依然希望讓他們有選擇的權利 我想跟朋友說 午餐時間也好, 大家一人一枝煙在這裡 聊聊天 但我要買的時候, 我又不能到街上賣 我真的吃一枝煙, 我不敢吃 吃煙而已, 為何吃得這麼慘 很可憐, 像食材品一樣, 不知容易 地鐵站教授, 你看早前欺騙錢的 我現在不知道, 有沒有 那些是麻煩的 其實挺尷尬的 你想想, 別人給錢賣包煙 偷偷摸摸, 我給你錢 最後收到兩包朱古力 他經常說, 所謂的防範於美燃 青少年經常會買到 因為其實很大問題, 都是無鑑 他們這群煙文都說 只可以在水貨市場購買加熱煙煙蛋 於是開了個群組團糾 不過都遇過不少騙子 所以一直希望政府可以透過規管 令煙民可以循合法途徑購買煙蛋 這個蝴蝶效應, 你不攪拌 然後又多虎主, 虎主要報警 報警在做事, 又不攪拌 然後又不預計 然後又多虎主, 根本就是一個循環 我吃了煙, 我想也有五年左右 我吃煙, 我死, 我賤 不會…影響不到周邊的人 為何會吃加熱煙呢? 其實我自己吃煙, 但我也受不了煙味 現時含有尼古丁的加熱煙煙蛋 在香港還沒獲准售賣 Ella說一直都是托朋友 在日本或者韓國購買 不過禁令一出 Ella決定在半年前 網上商店大手入貨 一買, 買了一萬元 就在社交網站問他有沒有煙蛋 要這麼多的 他說我有, 全部都有 有, 現在給我賣 最初我也很抗拒 但他真的很大條道理 就是說這個不合法 如果我現兜兜地交收 我也怕你放射 收到錢了 他說其實我是騙人的 你報警吧 不過你告我, 我不進 我經常在公司搭著扯蝦 是很無助的感覺 已經知道被騙了 不會拿回這塊錢 最重要的就是因為這件事不合法 我報警等同志堂落網 那我怎麼報呢 政府建議全面禁止電子煙和加熱煙 Ella說自己依然找方法購買煙蛋 不過就擔心同類型的騙案會越來越多 反問政府為何不全面禁煙 你兩種禁止了, 我覺得是公平的 吃煙不是要它強身健體的 就是說大家都有害 除非你很全面禁止 整個香港不准吃煙 看到你有煙就是你犯法 這就是它是人民吃煙的唯一方法 這個 醫學會副會長說 煙草商以誤導性的宣傳 來包裝新型煙草產品 為公共衛生的新革命 由淡化吸煙對健康的影響 以維持商業利潤 根本是誤導市民 改革不是什麼改革 革生不是什麼革生 而是一個新的令人上映的產品 而尼古丁其實是世界上 最容易上映的其中一件事 而這件事不是說 我很有自信 我可以解脫它, 你就解脫 對不起, 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知道尼古丁 其實對我們人體影響 是視乎我們人體自己 有沒有一個遺傳因子 科學家研究了不同的遺傳因子 有些如果你帶有那種因子的話 你基本上接觸尼古丁之後 你的影是你無法抗拒的 不是什麼革命不革命 是一個新的令人上映的產品 而它的味道的吸引力 是大到令不少的學生 包括小學生和中學生都上映了 醫學界擔心 如果政府容許新型吸煙產品 有限度出售的話 根本不足以保障市民健康 特別憂慮會為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 青少年, 尤其是你十多歲的時候 是年輕而已 最反叛的時候 你不讓我, 我就還要 這麼吸引 每個人都在用 很多宣傳說他沒有害 其實是假的, 當然 我就想要試一下 還有很多種味道 很好玩的 可以吹煙圈、吹煙球 就是那種吸引性 大到你是一個規管法例 是不可能去壓制 是比較難做的 世上並沒有安全無害的煙草產品 醫學會促請立法會 重速通過全面禁止令雷吸煙產品 杜絕這類產品 為市民帶來更大的健康損害和風險 倭及下一代 第一, 保護香港接下來的 一代又一代又一代的人 不要再沉迷在尼古丁的上癮上 第二, 我們不希望有些新的 比起傳統煙更吸引的 尼古丁產品進入市場 令香港人戒煙的速度減慢 甚至吸煙人士數目有回升的趨勢 可以這樣說 就是我們希望從百多年前 傳統煙的曲折 字幕志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